大家最近在忙什么呢 我最近过得很充实 冬至的时候泡了柚子枣 在日本冬至这一天用柚子泡枣 寓意是不会那么容易感冒 虽然我不是特别在意它是否是真还是假 但我觉得有些传统也是可以做一下的 这种柚子真的真的好香啊 也真的是一种天然的清香剂 泡完枣的柚子放在窗户边 整个房间好几天都飘逸着这种自然的柚子清香 我还忙了其他的事情 参加女儿幼儿园的圣诞活动 和好朋友们喝茶聊天 去邻居家做圣诞蛋糕 小朋友们玩得很开心 我们大人也聊天聊得很开心 虽然我平时喜欢一个人的时间 但是和朋友之间的沟通聊天 也会让我感觉到非常的愉快 明年我想再轻松一点的两个内容是 儿子的生日装饰品可以再简单一点了 圣诞的准备也可以再轻松一点了 儿子的生日给他买了 他等待了差不多快一年的新玩具 一般我也只是在他生日的时候 才给他买全新的玩具 儿子非常非常的棒 虽然他早就想要这个玩具 但是每次经过这个玩具的时候 他都说要等到生日的时候再来买 今天终于等到买玩具的日子了 儿子非常非常的开心 买回来之后 全神贯注的玩了差不多三个多小时 我想这也是延迟满足 会得到更多的满足感的一种体验吧 平时的玩具都是从二手店买回来 不玩的时候再卖给二手店 其实在拍这些视频之前 我已经处理了一批 我家里的二手玩具 以后再跟大家分享吧 儿子的生日和生日 圣诞节很近 每年儿子的姑姑会送给儿子和女儿圣诞节礼物 这是今年收到的礼物 突然感觉家里一下子又多了许多东西 幸好之前减少了一部分物品 每增加一样物品 我就会减少一些物品 这也是我简单生活之后保持的一个很好的习惯 让我家里物品没有无限的增加 一直保持在一个合理的数量范围之内 以前儿子对生日装饰很感兴趣 每次装饰完之后会高兴的又蹦又跳的 但是今年儿子已经八岁了 今年他好像对这些装饰都没有任何的兴趣 反而是女儿饶有兴趣的帮忙吹气球 帮忙装饰 所以明年决定儿子过生日的时候 这种装饰我也打算再简化一点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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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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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为了打扫更加方便一点 我明年打算买一棵小松树 直接装饰小松树就可以了 平时可以把小松树当作一盆绿植 圣诞节的时候直接装饰小松树 也是很有圣诞节的气氛的 这三样物品保留下来 明年还可以重复使用 这是我明年打算不做的两件轻松的小事情 年底有一点忙 其他的事情也没有过多的时间去总结和报告 等近小星来再跟大家继续分享吧 感谢大家今天的观看 我们下期视频见 拜拜